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疆对于维吾尔人和突厥义穆斯林进行的无所不在的监控 我们节目最终得出的结论就是 中国对于维吾尔人的监控 比喻什么外界所知的更早更加的广泛 事实上中国的警察在中国的西部地区的新疆 安装的高性能的监控摄像头 并且拘禁了成千上万的少数民族之前 中国的黑客已经在制作恶意的软件 从2013年开始的中国的黑客行动一直持续到今天 这是一项规模庞大但是行动悄无声息的行动一部分 它的目的是从人们的手机当中获取数据 事实上有八种恶意软件之间存在的相互关联性 这表明中国政府和中国政府有关的组织 他们是如何入侵新疆维吾尔族人的使用的安卓手机 从而盗取他们其中的敏感个人数据的 而且这种盗取的规模远超此前的想象 从时间线上来看 这种黑客行动是中国维吾尔族监视工作的早期的基石 后来它又扩展到了收集学业样本、声文记录、面部扫描以及其他个人数据 这样的话可以将新疆转变为一个实质上的警察的地区 其中还可以看到中国的监控人员会不遗余力的追踪 逃离到另外15个国家的维吾尔人 事实上黑客制作的工具隐藏在维吾尔人使用的特殊键盘当中 并且伪装成第三方网站当中的常用应用 有一些工具可以远程的打开手机的麦克风 记录通话 或者是在聊天应用上导出照片、手机位置和聊天记录 还有的嵌入应用程序当中 这些应用提供维吾尔语新闻 以维吾尔族为目标用户的美容技巧、古兰经等一经文 以及最新的穆斯林神职原被逮捕细节 无论中国的维吾尔人走到哪里 无论走到多远 无论是土耳其、印度尼西亚还是叙利亚 恶意软件事实上都在跟随着他们 这些恶意软件就像看着劣势者在世界各地追踪猎物 是一样的料理 十年以前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黑客以攻击规模组成 他的技术并不精良 但是在美国的制裁威胁下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2015年与贝拉克奥巴马总统达成一项协议 停止了为商业利益而侵入美国的黑客的行动 这个协议生效了一段时间之后 中国的黑客在美国的活动大为减少 但是从去年秋天开始 那么很多的研究都指出 在同一个时期 中国将最先进的黑客工具转向了自己的人民 多项的研究 这里边研究包括谷歌的研究人员 以及安全公司 还有德伦德大学 蒙克全球事务学院的公民实验室 他们都同时发现 那么中国对于维吾尔族和藏族的苹果和安卓手机 进行了先进的中国黑客攻击的这种具体情况 那么黑客已经将这些工具植入了 中国在其他国家的维吾尔人经常光顾的网站 这些工具可能会入侵他们的苹果手机 并且窃取其中的数据 中国的黑客入侵手机的行动 比安全家 人权活动家 以及间谍软件受害者说意识的更加广泛 也更具有侵略性 那么鉴于北京对于新疆的监视 已经非常持久 事实上很多人对此并不感到那么的奇怪 我们应该想一想 智能手机被监控的时候 是如何用来追踪人们的内心生活呢 是如何用来追踪他们的日常行为的 事实上在2015年的时候 随着北京严厉打击新疆零星的民族暴力活动 当局越来越急切的追踪网络上迅速增长的维吾尔人的交流 维吾尔人也开始担心 他们在网上谈论伊斯兰或政治是有风险的 曾经在2015年住在新疆的一位 图决一的摩斯林 他就说 那些善用科技的维吾尔人 会另外的买一部看上去比较清白的手机 这个清白是打引号的 还明显在中国政府的这种监控下 在新疆不可能存在真正清白的手机 在新疆的街道上 经常开始没收维吾尔的手机 有的时候啊 他们的几个月之后呢 就会把这些手机归还他们 事实上 手机上已经被安装了新的间谍软件 有的时候人们拿回来的电话 完全不是之前的那一部 前往维吾尔族村庄的官员 定期的记录 用于识别智能手机的序列号 他们在街道两旁 安置新的硬件设备 跟踪路过的人们的手机 根据有关的证词和政府的文件 中国的当局将拥有两部手机 或一部老师手机 随意弃用一部手机 或者根本不用手机的维吾尔人 直接关押进入了集中营 在同一时期 中国加速了黑客入侵手机方面的行动 其中的一种中国恶意软件 早在2011年就被黑客使用 这款应用 事实上的名字叫Golden Angel 因为这个词在他们的代码中到处都是 事实上这种代码看起来指的是 新疆用于捕猎的鹰 但是它的使用率在2015年和2016年有所上升 有超过650个版本的Golden Angel 恶意软件以及大量的微乎尔语的伟装应用 他们作为木马来监视用户的移动通信 这些恶意应用 模仿了所谓的虚拟专用网络 这种虚拟专用网络也就是用于建立加密网络连接 并且查看在中国境内被记内容的软件 事实上他们还针对维吾尔人经常用于购物 视频游戏 音乐流媒体 承认媒体和旅行预定的应用 以及维吾尔语专用键盘应用 一些应用为维吾尔族人提供美容和传统医学技巧 还有的伪装成了推特 Facebook 以及中国的即时通讯服务QQ和搜索巨头百度的应用 事实上当用户下载完成这些应用之后 那么中国的黑客就得到了一个可以实时监控维吾尔人的这个窗口 以了解目标用户的手机活动 中国的监控人员还可以随时关闭间谍软件 比如当这个软件开启来消耗了过多电量的时候 在某些情况下 那么研究人员发现要抢从目标手机上获取数据 所有的中国黑客所需要做的就是向用户发送一条隐形软件 恶意软件捕获了受害者的数据 并通过回复文本信息将它发送回攻击者的手机 然后把所有的交换记录给删除掉就可以了 2019年6月份 隐藏在名为叙利亚新闻这一款应用中的中国恶意软件 被外界所发现 这个应用中的内容针对维吾尔用户 表明中国正在试图诱使叙利亚境内的维吾尔人 下载他们的恶意软件 北京的黑客还可以追踪维吾尔人到叙利亚 那么这就让我们看到了 中国对于维吾尔人摄入叙利亚内战的这种担忧 事实上在科威特、土耳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发现了类似的针对维吾尔人的恶意用中 很多的研究小组的研究人员 此前发现了中国入侵手机的黑客行动各种足迹 并认为这些活动是中国政府的黑客所直接指使和导致的 研究人员似乎首次将过去的活动和新的手机恶意程序联系起来 并且把它们归为同类 事实上研究人员指出 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这项活动始终是一个没有答应的问题 这可能是爱国的黑客所谓 就像我们在俄罗斯看到的情况一样 但是针对维吾尔族、藏族以及侨民的攻击 则表明情况并非如此 在好多部智能手机上发现的似乎是中国恶意软件的测试版本之后 研究人员得到了工技者身份的一个线索 那就是这些智能手机聚集在中国国防的承包商 西安天河防务技术公司总部及其周围 天河是一个大型的国防技术供应商 2015年曾经派遣员工前往新疆举行了一次大型国防会议上推销可以监视人权的产品 随着这个地区的监视淘金热 天河扩大了规模 在2018年在新疆成立的子公司 这有可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巧合 也可能是一个非常确凿的证据 关于中国政府以及它控制的实体 以超乎人民详细的规模 对于新疆突厥义穆斯林 对于维吾尔人进行的前所未有的这种监控 使用各种黑客攻击和现代化通信手段 对于他们的人权和他们的隐私进行了一个无法无天的这种侵犯的有关情况 我们就为您先介绍到这里 这是我们纪念11年前发生在乌鲁默奇的七五大菩萨的系列专题节目当中的一期 好的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